虽然这期深渊的排行榜还没有出来 但是Apple我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 本期深渊的榜首一定是神赫万新 而且会是以较大的优势登顶 不信咱们到时候看结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冰糖 一个猛男区的希望App 正如在上一期里面预测的一样 神赫万新最终以52%的使用率 傲视群雄成功登顶 并且处于断崖式的领先地位 后面的这些队伍不是百分之十几 就是百分之个位数 其实这个真的不难猜 就像Apple我在上一期里面提到的 下半能不能解放班箱或者解放草神 这将会是本期深渊的关键 如果能成功解放 那么上半可供选择的队伍会非常非常多 最典型的就是万达国际 雷九万班 海格计划 这几个队伍都是前十名的上半配置 包括后面的T8 N站 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把班箱草成功解放出来 挪到上半使用 但是以Apple我对玩家的了解 大多数普通平民玩家 班箱草可能都解放不出来 要么是没有五星火或者是四星火不愿意练 也没有其他能破水盾的方案 那么香灵100%持有率 班尼特99.9%持有率 草神95.6%持有率 五星最高 甚至比常驻五星的持有率都高 这三个角色基本上可以说是人手一个 那下半这个怪物配置 两个兵使徒加一个水使徒再加一个冤天地 你说不用他们三个用谁 对不对 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 肯定是锁死在下半了呀 就他们三个往这一站 下半有什么难度 连滚键盘的都能滚过去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把这期深渊的难点搞错了 下半根本没有任何难度 99%的玩家都有通关方案 就是搬箱草 实际上真正的难点是什么呢 是在策划强拆搬箱体系和强拆草神体系之后 玩家还能不能在上半配出来一个优质的队伍 说白了就是 上半有没有某一个队伍 既不要搬箱还不要草神 还能在上半打得舒服 那不是神鹤万仙那还能是谁呢 当然了 阿博我也不是说上半只能玩神鹤万仙 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深渊就是那个罗马 配对就是道路 海哥 克黄 纯岩 等等等等 这些没有搬箱草的队伍 也都可以让我们走到罗马 但所有道路之中一定存在一条最短路线 能让我们更快更舒适的到达罗马 而神鹤万仙正是那个最短路线 也就是本期深渊的最优解 一个人说这个队伍好打 没有用 要大家都说他好打 那才是真的好打 52%的使用率即可说明一切问题 那么最后 愿朋友们在抽卡的道路上 好运连连金光多多 十连不歪 早日满命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键关注 长按三连支持一下扶主 就先在这里 谢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Respect 这次一定关注 这次一定关注 我至最后 我们下期见周园 voy 18 met雷 20分